美国太空总署的工程师们最近成功的解决一项太空事件 工程师启动一组推进器 这个推进器是来自一个很久很久之前的仪器的推进器 我们称为航海家一号 航海家一号是一个47年历史的探测器 目前正在前往太阳系以外的地方 而在上面有一个数十年未使用的推进器 科学家成功的启用这个推进器 解决了航海家一号可能无法跟地球沟通的问题 而这个消息也让我们可以重新的跟航海家一号重新沟通 但为什么是航海家一号呢? 航海家一号其实是一个很古老的探测器 它在1977年9月5号的时候升空 距今至少有47年以上的历史 并且其实没有人可以预料 它可以活47年之久 在47年后 它仍在太空中运行 航海家一号是属于美国水手号计划的一部分 这个任务恰巧碰上176年一遇的行星几何排列 这个太空探测器其实只要需要少许的能量去做修正 就可以快速的前往各个星球 其他期间它就可以靠各个行星的引力加速 造访太阳系的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的星体 而这个探测器现在目前已经远离了太阳系 开始进入星际空间 距离地球大概有240亿公里之远 是目前距离地球最远的探测器 当然随着距离越来越远 时间越来越久 这个探测器也开始出现问题 因为长时间在寒冷的太空中运行 航海加一号的部分零件已经开始老化 在今年早些年的时候 工程师就发现在探测器中 有一个推进器的燃料被堵塞住 而这个堵塞住呢 就不能保持这个探测器的定向方向 而探测器的定向方向很重要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它要保持这个讯息的天线 能准确地对向地球 以保持通信 如果这个天线没有对准地球 它可能就没办法跟地球做联络 所以如果这个推进器就没办法工作的时候 航海加一号可能就无法接收地球的指令 或者把讯息传送到地球 这表示航海加一号的任务也将结束 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NASA的太空团队 决定切换到另外一组没有使用的推进器 然而这个推进器的能量还是很有限 他们没办法同时启用新的推进器跟加热器 经过一阵子的深思熟虑后 工程师们选择关闭一个主要的加热器一个小时 并且启动的推进器的加热器 成功地完成了切换 航海加一号目前距离地球241公里之远 无线通讯的时间其实非常的久 无线通讯时间从地球到航海加一号 需要单程22.5小时的时间 其实来回就要超过45小时 所以在上面调整某一些的东西 其实非常耗时也非常的麻烦 而且难度非常的高 而这一次成功的切换 也为了航海加一号取得更加的多的时间 大概两到三年的运行时间 然而探测器的资源有限 所以未来会发生什么事还是一大挑战中 除了航海加一号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被称为 航海加一号的孪生兄弟 航海加二号 目前距离地球大概是200亿公里资源 其实它在1999年到2019年之间 也曾经进行过推进器的切换 但是情况没有想象中这么的严重 而未来航海加一号的两三年时间 还可以对科学上带给我们什么新的东西呢 当然这也非常令人的期待 可是它目前还是距离我们非常非常遥远 距离我们240亿公里之远 但是其实光速非常的快 来回只要45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来回了 好感谢收看如果喜欢频道 请记得订阅跟分享我们 我们下次见哦拜拜